Nissan Sevillo 改裝AT Power 自排變速箱油門控制器 主要設有動力七段以及省油五段 主要是改變變速箱跳檔的時機 由於此種A33車種形式 節氣門的開啟方式是以拉鎖式 並非電子油門 所以緊人的改裝就是安裝此AT Power 自動變速箱油門控制器 加以改善換檔時機 主要是擷取解氣門上的位置感知器 也就是通稱的TPS 加以做線路的修改得以改裝 目前在車室內的部分都已經安裝完成 現在我們要做第一步驟 就是將電壓值的部分做設定 首先開啟紅火 目前顯示NOR的模式 按住SET鍵 持續按住 會進行倒數 倒數到0的時候 鬆手 紀錄 紀錄為開啟油門的電壓值 再將油門踩到底 SET鍵同樣按下做紀錄 現在鬆開油門 再踩踏油門 螢幕的部分會顯示為100% 鬆開油門 則跳回 右側可以看到MOD鍵 MOD鍵主要在選擇 動力模式以及神油模式 各有1到7段 各有1到7段 省油模式也有1到5段 由SET鍵做選擇 初期完成設定時 請以SP7或者是175的狀態 下去做慢慢的調整 因為每一個駕駛者的開車習慣不一樣 可以自行設定 以選擇哪一個段數來開 會比較的順暢 現在我們開始以SP7的模式進行入試 在轉數上 在轉數上可以看到 以SP7的模式進行入試 轉數的部分 比較能 Hold住在高轉數的部分 所以開起來 引擎的拉力會比較的大 接下來我們將 模式更改為 EC5 待會只會看到轉數 比較提早的跳檔 目前已經跳四二檔 三檔 比較趨近緩和的 轉數狀況 以達到閃油的目的 另外再將檔位 恢復到NOR原廠狀態 進行入試 回到未改裝的樣子 在行進間也可以直接的 變更模式 目前又回到SP7的狀態 效果非常的明顯 所以由各種段數 來依駕駛者 比較習慣的狀況 來做選擇 會達到比較好的開車效益 以上為Nissan A33 SEVILO 擺裝AT Power 自排控制器